好吧 我是想来提醒你 你跟阿瑜 最后还是离远点 阿瑜肉体繁胎 你如今体内灵气匮乏 会自动吸取阿瑜身上烦人惊喜 那会如何 人妖殊途 死路一条 我跟刘盈是为何无此情况 那是你灵气充沛 无需外求 况且你们相处不久 他就嫁给了 无亲命格的许志远 阿瑜现在经常晕倒 是因为你 所以 你还是趁早离开他吧 心灵气充沛 她是מה 秦极姐 秦极姐 他们居然说你是鸟妖 还说你被天生抓走了 如果工作程са 又要不招就是 complement 不,不,不... 小鹰蝴虫 你快告诉玉驰哥哥 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他 玉驰哥哥怎么还没来啊 他不会被天使抓走了吧 玉驰哥哥 你一定 一定要平安回来 青青有雪天巡的三环症 也不用为他担心 谁在讲话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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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池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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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哪儿啊 你不会出事了吧 运池哥哥 运池哥哥 别喊了 运池哥哥 别过来 你好好地 没事就好 运池哥哥 运池哥哥 这是我们上次去的 有蝴蝶的落鹰骨 是的 运池哥哥 你真的是有啊 是 那你快跑吧 这里有危险 有个很厉害的道士 正到处抓你呢 听镇上的人说 清清姐 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我是妖 你真的不怕我吗 谁说妖就是坏的 人就是好的 在我看来 你和清清姐 比那些欺负我的人 好太多太多了 运池哥哥 我看你的手帕上 有一条小楼 你是荣耀吗 对 那你快飞吧 飞到天上去 那些道士 就抓不住你了 不用担心我和清清 我们都会离开这儿 那以后 我还能见到 他 他吗 他不能来见你 我也不能 人妖殊途 那以后 我放一火虫 你又不会来找我了 我回了 运池哥哥 我闭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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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想我 我闭见你 这之后 我是一奥 你不能靠我太近 我们之间 过往在心底铺满了思念 就当从未相识过 愿与你一只手红尘凉看不厌 此生别遗憾烧浅 心中的月光落地花孤单 等回眸等你前世在续前 只要也好 这样你和金金姐就安全了 雨池哥哥 我以后不会想你的 你以后也不要想我